你的身上 特教生们小心翼翼的抱着鸡 细心的喂食 这里是高雄特殊教育学校 利用食农教育结合动物治疗 让特教生们从与母鸡的互动中 学习尊重生命与爱护动物 在活动中成长 当中就会发现很多孩子 他们从开始的惧怕 然后到后来 他们慢慢敢尝试去碰触这些鸡 然后到后来他们 把它当作自己的宠物一样的 在怀抱里面去照顾它 然后用很温柔的去对待 透过我们如何去爱护 这些动物的生命的时候 也让孩子学习到 他们也是这样的被爱护 然后学习感恩 我们是共荣的校园 我们希望透过养鸡 融合课程 教学生怎么爱护动物 还有一些环境的教育 另外在培养学生当一个蛋老板 他未来在职场 或者去转型到社区里面 可以很自然而然地融入这个社会 除了照顾母鸡的生活起居 老师们也会带着特教生 参加小农事集 体验行销 贩售鸡蛋相关的产品 培养学生行销 与面对人群的能力 提早适应社会 因为这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职业探索 我去发现说他们可能适合什么样的职种 然后哪边还有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在学校的再训练 然后再教育 然后就是可以去转型 把他安置到比较适合的一个地方 校长表示透过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动物 学习尊重生命与爱护动物 更可以增加自信 之后也会继续规划相关活动 让全校师生一起同乐 有机食农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未来持续我们融入的课程之外 那我们即将就是在做一个 让机设更美轮美奂的一个布置 然后也带着学生 然后融入艺术与人文领域的课程里面 学生们从养鸡的过程 看见生命的成长 发现自己不仅有能力照顾动物 还可以到市集叫卖 校长表示 未来也会持续推动相关课程 让食农教育更深入校园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导